2017年最后一天有媒体曝光李小璐曾在PG1家留宿整夜移出轨 新闻爆出后双方均做了澄清 但依然有不少网友身搬二人微博及两人之间的各种互动 质疑二人关系似过于亲密 其中就包括李小璐本人曾在前几日发布抒情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在就好 并配上了一条黄蓝双色语的图案 有网友借此联系到PG1在比赛期间有一套几具代表性的装扮 就是主打黄蓝色系 且在李小璐发此条微博前几日 PG1也曾以一张黄蓝色垃圾桶的照片调侃过自己 不仅如此1月1日另有网红模特爆出 PG1在某线上游戏中的账号名字就同于有关 叫我可能是鱼 此外李小璐还曾在另外一条微博照片的配文中 直接写过一句话 我可能是鱼先溜了 和PG1的账号名相呼应